卫星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防具有几足轻重作用 失去这些卫星不但通信联络会瘫痪 国民生活和社会活动都将乱成一国州 更不要提对卫星高度依赖的现代军事装备了 美国媒体曾预测美军失去卫星的辅助 战斗力将重回二战水平 目前粗略统计在大气层外凹翔 这大约一千多颗各种大小类型不同的卫星 其中美国的数量最多大约为593颗 中国192颗位居第二 俄罗斯拥有一百五十三颗排行第三 但是俄罗斯拥有一种从苏联继承而来的独门绝技 一直令美国提心吊胆 就在昨天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数名文章 点名道性的指责俄罗斯发展杀手卫星 令美国务院感到愤慨 俄罗斯从2013年开始推出了四颗卫星监察卫星 这些卫星被冠名为宇宙2491 宇宙2499 宇宙2504和宇宙2519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文章认为这些所谓的卫星监察卫星 具有精确机动能力 能在太空准确变轨 然后靠近目标卫星对其实施破坏 可能会对美国的卫星构成威胁 但是俄罗斯人则不这么看 俄罗斯专家介绍说 这种卫星监察卫星自带维修工具 它们的使命是确定其他卫星的问题 然后修理一下而已 也许正是俄罗斯人这种轻描淡写的语气 令美国务院的官员觉得自己被戏弄了 言下之意就是我家的 卫星你想修就修吗 修好了还好说 修坏了我上哪说理去 对于美国的指责 俄罗斯媒体还表示 中国和美国都有这样的卫星 为什么拿我说是 其实 中国最近几年才开始开发一种共规范的卫星武器 其原理与俄罗斯的所谓卫星监察卫星有类似的地方 但中国的更为直接 可通过太空变轨机动 用自带的机械手将对方卫星捕获 然后将其投向大气层让其自行毁灭 所以看上去更像事实一次变鬼事故 不得不说 中国这种做法相当具有环保意识 不会造成太空垃圾 实际上玩太空武器最早最溜的还是美国 在美苏冷战争霸期间 美军就开始研发各种充满科幻色彩的超前武器 航天飞机其实就是星球大战计划中的太空武器之一 但其使用成本太高 美国现在有更高效的选择 X37B空天飞机 X37B由美国波音公司研制 外形看起来像是航天飞机的缩小版 但却比载原航天飞机载轨时间更久 该机先后于2010年 2011年2012年进行了三次太空飞行 均获得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 2012年12月第三次发射的X37B在太空轨道 飞行了671天 于2014年10月17日成功返回 不得不说这种超常待机的能力令人震惊 而X37B在2015年5月进行的第四次飞行任务内容 则对外界严格保密 据推测 很有可能是在太空中进行了反卫星试验活动 所以美国指责俄罗斯开发杀手卫星 只不过是转移视线的手段罢了 要说反卫星能力最强的还是美国自己 因为只有X37B空天飞机具备将对方卫星截获 并带回地面的能力 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方面只能望其向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